Hello 各位小红书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龚俊 我又回来了 今天这期视频的内容 非常的有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我的小伙伴们的 威逼溜一下 今天这期视频 得把我的面膜箱 万能的面膜和 我经常用的面膜 分享给大家 先给大家看看我的面膜箱 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 坏掉了 没关系 这个面膜箱用了很久了 因为大概有一年多了吧 还挺底结实的 然后这里面都是我 经常用的一些面膜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都是经常用的 火山泥面膜 清洁面膜 经常用的 这个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 这个哥哥 著名的美妆博主 云涛老师送给我的 他这个也是 洗完脸之后 涂抹上一层的 那个什么 磨丝面膜 还挺实用的 这个就不用多做 也少了 这个是手膜 这款手膜 我真的要隆重推荐一下 其实它是我用过以来 真的非常好用的 然后这个是眼膜 这个眼膜也挺好使的 是一个日本的牌子 我搜了一下 从书上面说是擦完眼霜之后 然后再把它敷上去 敷过数多分钟就可以 斩掉就可以睡觉了 对 这款还挺好使的 然后这个牌子 不说了 没钱 但是非常好用 说实话 这个是个补水面膜 我最喜欢的是它 这个蓝色的这一款 它非常补水 而且相对来说 不是很贵 在我的面膜箱里面 毕竟脸这么重要 是吧 我就按照价格说 先说价格低的 这个啊 这个是我之前的小红书上面搜的 这个叫什么 微真面膜 我真的要拔草 它感觉不是很好用 而且很贵 这个牌子 我都没用完 用了两年了快 什么要吗 接下来这款 也是我面膜箱里面比较多的 这款是一个日本的一个牌子 它真的是很好用 我之前我们去日本拍摄 我也在抢这个 那店员不推荐我 我不知道那店员是收了钱 那还怎么着 他跟我说这个面膜不好用 但是我用下来这款 尤其这个金色的非常毒水 大家可以真的尝试一下 接下来这一款呢 这款就比较贵了 这一款好像要50多 还是60多一片 这款是我经常 拍比较重要的戏份的时候 早上会敷一下 或者是有重要的工作 反正用完之后 感觉皮肤很 换人心还是什么词 请问一下 就是挺好使的 确实是 好了来到了我这个面膜箱里面 第二贵的这个面膜 很高级 确实是比较好用啊 因为很贵嘛 对了 这两款都是我在出席 比较重要的工作的时候 会用的 给钱给的多 我就用贵面膜 好了隆重介绍一下 我这个面膜箱里面 第一贵的面膜 看到了吗 贵气 确实是挺贵 我这个面膜 买了又一年多 还是两年了都没舍得用完 它这个一盒有五片 五片里面还有个什么精华 精华还有个什么补水的 很繁琐 我敷了四片 我都还没总结到它的心得 然后敷上脸之后它就会掉 敷完之后还要擦什么精华 还有一个喷雾很麻烦 你一次要敷 我查了一下四五十分钟 这一片啊 这一片叫五六百块钱 五六百我的天哪 我会给你的 但是说实话 敷完之后确实 感觉皮肤状态有所改善 就是感觉挺嫩的 好用是好用 但它过有的手的用 好啦 今天我的这个阿香底的面膜 和珍藏香都分享给大家了 还有这个点赞评论 转发一下 是不是关注我 下次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一些东西吧 拜拜 别走开有彩蛋 那个五百块的面膜 两年舍不得用 要过期了吧 你们懂不懂有一种修辞说法叫夸张 小红书 我可以做到